天上有克制飞舰的静置 小的飞不过去 但是 刚刚小的冲那弹飞风 呼呼呼的把他们吞了一大半 那些畜生见了我就像老鼠见了猫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谁叫他们刚刚欺负你 这口气 我许立国替你出来 你不怕他们的攻击 刚开始打得挺疼的 但是他们打我一下 我就吞俩 你连续吞下这些小兽的魂魄之事 没有受到排斥 奇怪 好像真是这样 这些小兽本身并不强大 如果这样的话 若是驯服一只强大的个体 岂不是可以操控一整个风群 把你刚刚吞下去的魂魄 吐出了一半 小的不敢藏死都在这儿了 这些小兽魂魄众和小兽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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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是创造而出的复制品 简直是绝佳的材料 他 他这是在藏魔头 不行 我得赶快把刚刚困到 二百五十个魔团都给吸收了 不然等着小弟成长起来 傻心肯定把我喂给他 徐利国 再 再去外头抓魂魄 三百个 三百个 去 不去 更多 撑了 弱者相互取名 最终形成巨峰 我创造出的强者 自可以吸引弱者 同样可以形成巨峰 这 这 这是谁干呢 将整个巨峰全部堵上 只可我是化身堵袖 猛驮子 华人越杀越多 我说黎天哪 老驮子带你看这热闹如何 去取一些结单原因的畜生 来得再多又如何 老驮子好多年没杀得这么过瘾了 来吧 此地不宜久留 这是 怎么会毫无效果 这虚空中的鬼夜神 不光有智识 而且不止一只 现在只能想把他走过了 击死 过去 从来 5 5 3 3 5 6 6 7 6 7 6 6 这几百丈的路长 已经走了十五日了 法宝都用尽了 要是再耽搁下去 就只剩死路一条了 裂缝张鹅一次持续半戏 我用不了半戏就能非之传颂阵 这是最后一步 也是最后一次机会 石头 师兄 这可送你 师兄 修真之路 闲之又闲 望将来师兄在领险境之时 此阵可阻拦你了 若能如此 万能心 不准备 谢谢 谢谢 此处上是通道就如此凶险 真正关卡的难度难以想象 依我的行为 若一步行诈踏错 就将万切不复 还是得速速离开此地 这形状是 极品令师 过山 普通灵师无用 不过端木吉上一次来到这儿 能再半路折返 这也代表着他一定有出去的办法 多想无意 既然如此 那闯便死了 铁柱 有好的咱就说一方回来 二大娘 你瞎操心什么 咱家铁柱可是仙人 找个媳妇能是凡人吗 行 听你爹的 娘等着看看 你到底能领个什么样的回来 爹 娘 你们放心 铁柱一定给你们领个好媳妇回来 不过不是现在 经此一意 我虽在凶木海里位 但仇人有在 他不在我身边 反倒更安全 师母 去歇歇吧 莫要叫我师母 好好好 不叫师母 从师父闭关开始 您就一直不眠不休地刻画这龙鳞 小心遮损寿源 快完了 给我准备一件密室 是 你修为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才刚刚恢复到初级后期 若不是那剑林足以我争抢 我定能恢复到结单的 是初级后期待圆满 你举例结单只差一步 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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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结单了 哎 一定是我吞得太多了 自己都没发现就 啊 你恢复记忆了 啊 啊 在结单的瞬间 确实脑子里突然堵了一些画面 他怎么知道的 哎 哎 拼了 那 他还不像 哦 好像我打不过他 你 你 确定了 和他 确定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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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吞了多少魂魄 都给我吐出来了 啊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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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这都是我好不容易遇见回来的 啊 小马有一天要跟你拼了 哼 等我恢复到原因所为 我可以 师兄 你这么快就出关了 你这三天在做什么 面色如此难看 把它喝下 现在当药练完 我也失去价值了吗 谢谢师兄 我没事的 咱们走吧 十日后我将回来 参加掌教继任大人 要花海了 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吴花海的过程 因为每次吴花海的时候 你都在闭关 这四年的时间 四次花海 每一次我都紧张万分 必须要亲自主持大阵 待熬过花海期后 才会放下心来 每年花海时 隔着阵法向外看去 所见之处都是深蓝色的海水 偶尔还有以往难得一见的内海灵兽游动而过 好看 好看 明亮色在弥漫暮色的黄昏 在梦里雨不尽 那晴风雨路 守候的结局 看见究竟是谁 当时天地出武打武装 吞噬了火兽之王 我无意中成为火兽的目标 就此一生之间 竟投之火分国灭亡 以至于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 有多少是身不由己 有多少是逆天改命 我竟有些反不清 快到了 就送到这儿 思念时间 多谢 这魂醒内我留下一丝神识 月影弃已下 从今以后无人可伤 只为破开尘魂 也还不参寻 不如先同我回路河门躲避一下 不用 以后 还有相见之人 这是我这些年炼制的丹药 具体作用 里面都有介绍 你心在先进 为你焕散天片 刘雨 我承诺保你安全 现在我做到了 从今以后 你我个部相亲 告诉你 师兄 这个宋雨 踏破这轨迹 你现在天地 只为破开尘满烟花 世兄 四年来 婉儿谢谢你的数次救命之恩 凶摸海内的生活 婉儿此生不会忘记 既然你别已成必然 特赠御服一名 这御服那是婉儿此生阵法巅峰之作 取自斗鞋派斗人之阵 略加精感 则御剪辑防御与攻击与一体 那笔之攻击 防御才是此阵的根本 婉儿知道 师兄有自己的目标要实现 修真之路 闲之又闲 往将来师兄再临险境之时 此阵可阻拦一遥 若能如此 婉儿心足 这便是那乾坤的劲当了 但事后结阴之时服下 成功率必然更高 是时候出关了 司徒前辈 总有一天 我会达到鹰变迹 当时定可把你从这里送出 这是我王林 对你的承诺 精感慢感 可算掐着点把龙头修好了 长教马上就到 赶紧站好了 公银长教归来 公银长教归来 那诛杀令竟然不见了 长教何等神童 短短时日便化解了百日诛杀令 不然 我等为何奉之为长教呢 请师父收下令牌 公银长教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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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银长教教教 公银长教教教 老祖 被我足大不敬的真是满门 日前已悉数被剿灭 藤化云 待我这斗邪派拯救极英之日 就是你身死之事 我会让赵国所有藤星之 为你陪葬 前几日那声龙吟你们可听到了 这斗邪派新掌教的机人大典 真是好不热闹啊 这新掌教啊 独自破了斗龙大阵不说 更是以一神秘法宝 一招便杀了谢东来 我听说 那人修炼的功法 是极其恶毒的死咒术 死咒术 老夫对你所说那人 颇感兴趣 劳烦道友 带路斗邪派 还请不吝点赞 主打的声明